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小編提問中 今天怎麼會是不同的人呢 是我們明正哥啊 你知道為什麼今天是你嗎 我本來想說你是不是突然對我關心起來了 想到我這個社會邊緣人 但我剛剛聽到的真相之後讓我有點失望 跟網友講一下 今天會發生這件事的原因是因為 上禮拜因為我們在做那個充電視頻比較忙一點 然後那個蘇恆禮拜五的時候給我跑去上海了 然後想說突然想到忘記錄小編了 怎麼辦誰可以來幫忙 明正搞不好會有機會願意來幫忙 然後就聯絡了明正哥 我就被摳來救場 對他就明正哥來救場 那我們今天這個題目 我覺得也是很適合明正哥跟我聊啊 你知道蘇恆這個人他比較委婉一點 沒有那麼直接 我今天要聊的題目就是 現在台灣的年輕人 為什麼都覺得台灣獨立了 我要去模仿一下蘇恆 好的你說 好像 我們先 我先講一下我的立場 因為我去找資料 然後我看了以後突然覺得 就是好像沒有讀書一樣的那種感覺 就是他們直接把自己的 你居然把自己的國號丟掉就覺得很北藍 我自己覺得很北藍 但是反正他們第一個會說的就是 台灣一直都是獨立的 台灣有怎麼有自己的主權 政府 人民 土地 跟貨幣 那為什麼不是獨立的 首先呢 他這個獨立的定義有一個問題 因為他是講說 我們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那請問一下你是什麼國啊 那他們當然會講說 現在就叫中華民國嘛 對 可是中華民國 他只是一個政府的名稱 他實際上是 這個國家是中國 也就是說 你如果認為你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首先你是中國 他才有主權獨立的問題 否則的話你的政府你的人民你的什麼土地 全部都是中國的啊 那你莫名其妙在中國的土地上 然後中國人民突然有一個不一樣的國家 那你是什麼東西呢 所以這是一個很奇怪的問題 其實我聽到這個的時候我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我發現台灣現在的狀況 有點像什麼你知道嗎 就是朋友以上 戀人未滿 就是我們確實是有一個 雙方擺就是一個互不利主的狀態 但是 就是還沒有講獨立嘛 然後我們也還沒統一啊 就是沒有 正式說要結婚嘛 那種感覺 然後我就覺得 怎麼會 台灣人怎麼那麼可愛呢 就是 明明就還沒有 然後大家就說已經達成了 這很像什麼 就是我明明就是打輸的 然後被打到台灣來 然後我們一直說是 大陸人欺負我們 的那種感覺 對就是 其實台灣間的狀況它是一個內戰的延續 就是說當時國共內戰嘛 那國民黨打輸了就跑到台灣來 也帶了一批所謂的外省人 來到台灣 那這個 內戰狀態呢 目前還沒有結束 他只是暫時好像是 停火了 或是暫時沒有再打了 所以呢 他隨時可以重新開始的 那 這個內戰狀態呢 你不能夠就把它視為說 所以我們就獨立了 沒有這回事 這個是一個 法理上的事實 包括中華民國 憲法 到現在所謂的這個領土 都還包括這個 中國大陸地區 所以呢 沒有什麼 台灣就是一個獨立國家的 這個問題 但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 網路上很多朋友都會說 台灣前途接日文 那這個部分你要怎麼解釋呢 對吧 你是故意叫我來 衝郭正亮的 是不是 沒有啦 因為很多人都在講說 那個台灣前途接日文 是郭正亮寫的 那郭正亮呢 你聽說也有回答這個問題 包括我今天還看到他一則新聞 他在講說 哎呀 這個台獨論述走不通的 這是為什麼退出民進黨的原因 其實我從來 我首先要澄清一下 我從來沒有要怪郭正亮的意思 我也覺得說他現在轉變過來是一件好事 可是呢 我一直覺得說 他這樣轉變過來的 大家這麼支持 瘋狂的這個支持他 然後呢 還給他抖內 幹嘛什麼的 那怎麼這邊 天天守在這個地方的 反而沒有人這個支持 沒有人抖內 不覺得很好笑嗎 誰要幹這種 撒統派 對不對 OK 回過頭來 回歸您的問題 就是台灣前途 決議文 那現在台灣前途決議文 意思是說 台灣已經獨立了 現在名字叫 中華民國 那未來呢 怎麼樣呢 就這個什麼2300人做決定啊 什麼之類的 但是他重點就是不需要再宣佈獨立了 其實這本來就是一個 騙子 說謊的一個成分在內 他的目的當時是要解決 這個台灣前途決議文是1999年提出來的 當時是因為陳水扁要代表民進黨 那很多人就會說 當時的情況呢 藍還是大於綠啊 政治板塊上 藍大於綠 你要怎麼說服這些潛藍 把票投給你呢 那他們就要找出一套論述出來說服 所以呢 就想說 沒有台獨的必要 因為他們知道嘛 趙少康正我們一定講啊 你們有台獨時間表啊 到時候你們上任就要這個宣佈成立台灣共和國啊 這好危險喔 兩岸要開戰喔 所以絕對不能支持陳水扁啊 他們為了預防這個 就先推出了台灣前途決議文 結果呢 也確實 有點用啦 那再加上當時呢 這個藍營國民黨自己分裂 所以最後陳水扁就順利當選了 我自己覺得啊 就是我剛剛想了一下 我在思考大陸方向的那個角度是怎麼想這個問題的 因為大陸都會說 台灣幾千人來都是中國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之一 但是 我最早期 有中國這個東西出來是中華民國嘛 對不對 不對 不對嗎 周朝的時候就有中國了 就已經叫中國了 對對對 在周朝的相關點擊 往哪一篇現在突然想不起來 就已經有了 原來是我學士 太淺了 我剛剛還想說 這是明明中華民國 也才創立也沒不到 才百年 才剛百年沒多久 憑什麼 千年都是中國的 所以說 就是代表 這些所謂什麼 周朝 宋 唐 秦 元 都是一個政權的 朝代的名稱 而他這個國家叫中國 是沒有變的 可是周朝的時候台灣是有在 周朝當然還沒有 對啊 所以 這是正式有統治 我忘記是什麼時候 是清朝嗎 還是 如果說正式收歸版圖 嚴格來說要算清朝 我想說清朝的時候才 正式有這個 領土的話 照道理來講 台灣好像一直都沒有說 幾千人來都是中國的一部分的那種感覺 確實他不是 但是比較近現代以後 才收入版圖 所以這邊嘴一下網友 跟我說什麼 去讀歷史 你先讀啦 你先讀一下 然後 所以說 就是網友他們講這些東西 歷史題 然後就會有人說 那你憑什麼你的血緣就是這樣子啊 你的血緣你不就是 應該是中國人嗎 但是 我是站在台獨立場講 我先講一下 我是站在台獨立場講 沒有問題 就是 我覺得啦 血緣不影響到你是哪裡人 你的觀念很正確 難怪我越來越覺得你進步了 對啊 統派不是應該要覺得說 血緣你就是應該是哪裡人嗎 血緣當然是一部分 可是以現在的情況 比方說 如果你搬到美國去 入籍了美國 你就是美國人 你只能算華人 對不對 所以他血緣跟國籍 不必然百分之百 新加坡也是華人 可是他是新加坡人 所以 今天的重點就是 國籍的問題 你的國籍是什麼 你就是什麼人 比方說我們以前 新黨有一個很有名的 原住民 叫北原三貓 他講一句話 說我們不是炎黃子孫 對他們確實不是炎黃子孫 可是他說我是中國人 為什麼 當我有中華民國國籍 或中華人民共國國籍 我就是中國人 所以血緣 本來就不影響你成為中國人 對 你剛剛講到一個很重要 我剛剛就是要提這個 就是你講說 國籍這個部分 就是 你知道我前一陣子才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 我們有一個同事 他是金門人 然後我才發現金門人 上面寫福建省 對對對 然後我後面想一想 我上面寫台灣省 然後我就想說 不對啊 我想說民進黨怎麼那麼強啊 就是為什麼可以把我洗到說 我是中華民國 都不知道了 我想說我原本一直想說台灣省到底是什麼概念 所以我想一想 也是中華民國憲法台灣本來就是一個地區嘛 我們的地區還包含了大陸嘛 所以我想說 你知道我就是一個 如果你說我是台獨我覺得 不太貼切 我本來像華統 我就想說 我也不想改嘛 所以我當然會希望是我們的 方向去改變對方嘛 對吧 但我當然知道不太可能 不太現實 但是 就是我發現很多 你知道台灣的年輕人是不知道中華民國的嗎 就是已經被完全洗腦成 中華民國消失了 變台灣 這件事情我覺得很可怕 這很正常 因為 其實我剛突然想到說 你跟周明軒有點像 我不喜歡你這樣講 就是 我的意思說 你的思維跟他有點像 他開始在轉變 開始認識中國大陸是什麼 認識跟我原本 活在台灣島上想像的東西是不太一樣的 我指的這個部分 這樣你可以接受嗎 因為我沒有看他新的影片 所以我不知道 因為那時候有跳出來很多他的影片 那天很紅嘛 然後我想說 有可能會是 瞎吹的 所以我想說我不要看 當然我們可以這樣質疑他很多的動機或什麼之類的 可是 他的轉變總是朝一個好的方向走 那OK你剛講到這個東西 其實關鍵就是什麼 就是教育 因為像 我跟你歲數差蠻多的 大概差了 10幾20歲 大概可能有 那我們那個時代的教育 基本上就是 學校牆壁上 小學生就貼一個 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真的呀 真的呀 學校牆壁上就貼 做一個 你在台灣就有寫這個 對對對 在台灣 我們一般小學 就當一個什麼 什麼好學生 忘記了 現在千萬想不想 然後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所以這個是教育的問題 那包括前陣子 我帶我們 我跟我們家老大 到他小學的這個學校裡面去 然後我說 你們學校這個中庭 立了一個銅像 你知道他是誰啊 他說不知道他是誰啊 我說 該不會是我們孫中山 我說是孫中山 你們都不知道啊 他說沒有啊 我說老師都沒有講 都沒有講啊 他關鍵就在這裡 就是說 其實一個人 他對國家的認同感 是從教育開始形塑出來的 就是學校怎麼教你 你就會開始認同 那我相信你從小到大 學校基本上教的就是 台灣 所以你的認同就會覺得是 台灣 那中華民國隨著教育 他越來越淡 本來大家都對他就很淡了 中華民國到底是什麼 中華民國從哪裡來的 為什麼會有中華民國 基本上都不太淡了 所以說 你就很自然的 不了解說 中華民國還有一個福建省 金門馬祖原來是福建省的 那奇怪為什麼有台灣省又有福建省 原來中華民國是一個 大中國的概念 這個東西因為教育不講 所以你們很自然 就沒有這樣的想法跟這種 這概念在腦海裡面 我覺得這是很正常的事情 因為你知道我以前聽到 就是老一輩的人說 我是中國人 我會有點小反感 就會覺得為什麼要特別提這件事情 但我現在想一想 這以 當時的教育理念 的狀況 很正常吧 就是 當然他們當然是中國人 我們也是中國人 就是我現在想想 中華民國為什麼不叫中國人 就覺得 講說不是的就覺得 他們背欄 對對對 就是 因為第一個他們從小受教育 第二個是 我就講國籍 你的國籍叫中華民國 他英文怎麼寫 Republic of China China是什麼東西 他不是Republic of Taiwan 他是Republic of China 他就是 一個共和的中國 就是他跟他區別 早期是清朝以前的帝制中國 他們是我們是新中國 共和中國 所以叫 中華民國 人民的國家 其實 中華人民共和國 只是把中華民國再衍生而已 你看中華一樣對不對 民國不就人民嗎 國是共和國 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只是把他放大 衍生出來 其實意思是一樣的 但我覺得我要澄清一件事情 剛剛講到教育這件事情 就是我小時候教育 還是有孫中山 就是三民主義 什麼都還是有教 所以 難道是我在下面的人 就已經不教了嗎 不可能吧 基本上現在不讀三民主義 你那時候還有讀嗎 有看 但是當然沒有那麼細項的 我們以前要考試的 我們沒有考 對啊 我們基本上像我小孩他們 基本上不招會不升旗了 不招會不升旗了 他好像只有五六年級才有招會升旗 以下的通通都不用了 好爽喔 以前最討論就那個時候 因為招會升旗 然後你要在那邊站一個小時 然後曬大太陽在那邊站著 訓導主任什麼主任 講一大堆話這樣子 對 但這是德政 把這個東西刪掉是德政 但我覺得 這樣就不會有一個 國家認同感 對對對 他的那個 因為他雖然 一部分是說 讓你們 早起 聽聽老師講話 或什麼的 另外一部分 他也是一個國家認同 就是 你要向國旗敬禮 你這些東西都少了以後 你的國家認同感 本來就沒有了 但 照這個邏輯來講的話 那台灣人憑什麼對台灣 有這麼大的認同感 第一個是 本來就 人不親 土親 就是你出生在這個地方 你對這個地方一定有感情的 這很正常 而且你 大多數的時間 其實你都在這塊土地上 在這個島上面 也不會 你不會天天出國 不會天天去哪裡 所以你對這邊會有感情 是很正常的 那 可是沒有人解釋 跟你解釋清楚說 到底我們身處的是一個 什麼環境 他都告訴你說 台灣 台灣 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久而久之 大家就覺得 很正常 然後呢 確實也是 自己的政府 自己管理 所以也就覺得 這是一個國家 這很正常 所以真的是教育 這個洗腦的部分 你知道台灣年輕人 最喜歡講說 大家都被洗腦 後面想講 台灣被洗腦的 沒有錯 確實教育的影響非常深遠 就覺得蠻可怕的 但 我覺得 最後 其實時間也差不多了 我們做一個小總結 我是覺得還是要認清一下 自己是哪裡人 然後再去網路上打嘴炮 因為最近就是我很常看到 演算法一直推我一些政治的東西 我很討厭看政治的東西 但最近一直推 然後我現在看到我就覺得 好煩喔 不管是哪一方 就是不管你是統派 或是你是獨派 他們講話的方式我都覺得 哇 你到底在說他小 我覺得兩方都會有 他們的論述都是會有破洞的 因為我覺得 你現在要說我們就是統一了 或是我們現在就是獨立了 都是很矛盾的一件事情 就你沒有辦法說 我真的獨立了 或是我現在早就已經統一了 就這兩件事情 你講說統一了 你怎麼說統一了 你有宣布統一嗎 你說獨立 你有宣布獨立嗎 所以就覺得 到底有沒有一天 台灣會宣布獨立呢 我認為不太可能 因為呢 其實搞台獨這些很清楚 就是說 一旦獨立就要面臨兩岸戰爭的問題 他不想要觸碰到這個東西 所以他永遠不會宣布獨立 可是呢 他基本上把中華民國 刮的 薄如 禪義 就是拿起來會透光的這樣子 就是他把他的內涵 除了那層皮之外 內涵全部刮掉了 就是他皮還叫中華民國 可是裡面不管教育 不管法律 不管什麼的 全部都往台獨的方向推 那 他基本上除了 沒有撕破那層皮之外 基本上胎獨已經完成了 所以 我剛剛最前面講到說 台灣人會說什麼 我們早就獨立了 就是 會說我們有主權 政府人民 土地貨幣 但 這些都是在中華民國憲法底下的東西 那當然 所以 你不能說你是台灣獨立 當然不是 絕對不是台灣獨立 所以我就只能說 最近網友 整天在那邊吹牛 好啦今天節目就到這邊結束了 好謝謝大家 OK如果喜歡的話再幫我們訂閱分享 謝謝拜拜 好拜拜